嗨,大家好,我是小米 今天的iMission要邀请大家 一起来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通称为越南来祷告 越南是一个位在中南半岛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目前越南共产党是境内唯一的合法执政党 1954年以北纬17度划分为北约与南约 但隔年就爆发了著名的越南战争 美国也参与在其中 而今年正是美国撤手越南的第50周年 但长期的战争已经使得越南满目疮痍 虽然于1986年实施了一连串的政治革新 的确经济也不断的发展 但贫富差距、医疗、卫生等等的问题 仍然不断充斥着越南 近年来其实越南在经济上交出了一张不错的成绩单 但如果仔细观看全球新闻 会发现一个残酷的真相 就是越南移工问题 政府长期以低廉的工资吸引外商进驻 导致贫富差距更大 低收入户人民苦上加苦 因此人民开始寻求到外地工作 没有办法有正式的方法 那就采用偷渡 偷渡则有两种价码 一种是坐车坐飞机直达 但这要120万到150万左右 大部分人是负担不起的 因此他们选择另外一种塞进渡轮 卡车在没有水没有食物的状况下堵上一把 这费用也需要30万到40万 许多人就命伤异乡 但即便如此 越南人民仍然前仆 后继的要到异乡去赚取生活的费用 让我们一起来为越南的人民来祷告 为越南这个国家 经济的复苏 也真的来带给人民祝福 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 越南的百姓正在向你呼求 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生存的权利 让政府在面对各样经济的政策 能真的顾虑到人民的需要 缩短贫富的差距 也让低收入户的人民 有工作可做 有饭可以吃 都已在经济上面无虞 也让许多的人蛇集团被逮捕 我们先来向主来仰望 恳求主的怜悯 也赐福在越南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愿神来祝福 真正美丽的地方 也让我们继续关心 国际间各样的需要 所以不要忘记了 开启铃铛 订阅频道 一周一个祷告 祝福这世界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